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治集结号 我是亚冰 身份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坐个火车 坐个飞机 住个店都需要身份证 可以不夸张的说 现在你要是不带身份证出门 那将寸步难行 但是人都有马骨大意的时候 万一没带怎么办呢 比较通用的做法是到派出所开一个临时的证明 那也很麻烦 有没有比较简便一点的办法呢 最近在南京的化工园区 警方就在尝试着用QQ聊天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南京化工园地区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 辖区有旅馆151家 每月住宿量在4万人以上 常会发生没带身份证的外地居民前来住宿 高峰市一天多达100人 让旅馆头疼得很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辖区警方在公安社会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基础上 借助互联网 在每家旅馆设立QQ号 组建QQ群 安装视频设备 派出专人24小时职守 一旦旅馆遇到没带身份证件的旅客时 只需通过QQ视频现场拍摄 传输到公安机关 民警核对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 旅客就可以住宿了 你好 我这边有一个客人需要入住 他没有带身份证 能不能帮我查阅一下 谢谢 客人请稍等 可以入住 好谢谢 这套QQ视频身份验证系统 自10月1号启用到现在 已经被1384名旅客 核实身份并解决了住宿问题